非常謝謝彎彎來幫我 就是這張專輯的所有的Saxophone 然後很高興能夠因為這張專輯認識她 真的謝謝 謝謝今天還跑來 感謝 這首歌呢 是我跟壞特合作的 那是皆在 這首歌呢 其實是在講一個即將自殺的人的一個心態 那我覺得因為近年來啊 網路很發達 所以網路霸凌這件事情其實很可怕 然後我也覺得這幾年來 其實在不論社會圈或是娛樂圈 都有很多這樣的案件 那我覺得 我很好奇啦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那些就是即將自殺的人 他們之前的心態是什麼 是很害怕嗎 很懷疑嗎 還是很開心呢 因為他即將要解脫了 所以我其實有點好奇 他們這樣的一個心情 那這個其實有一段故事 因為 我在十幾年前有一個高中同學 因為我哥子裡面想說 那是有卡電話好過啊 什麼 認識我的朋友 我很好朋友都知道我不是很喜歡接電話 我不要在講電話了 又要完就見面這樣 那那時候就是 有一天晚上 他突然一直打給我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我想說 明天就可以見面 為什麼要一直打電話 所以呢 我之後真的前面都沒有接 我就不喜歡接電話 好 後來我終於接了 那接了之後呢 我就說 你是要幹嘛 我是有點不耐煩 然後 他就說 沒有啊 我只是想聽你的聲音而已 就講 就是這樣的口氣 因為他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好 然後我聽了就更不耐煩 因為我跟他非常好 所以我才可以這樣 就是跟他這樣子的態度 我就說 啊你到底是有什麼話好講的 啊明天就可以見面了 為什麼要一直打電話是怎樣 然後 就是沒有啦 我就時時想要跟你聊聊天啊 然後結果 這個 當然之後 不了了之 就掛電話了 結果隔天呢 我們就說到 他從他 家領羅跳下來 自殺 我們都非常的震撼 而且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他沒有任何的徵兆 沒有任何的跡象 然後 就這樣走 所以我那時候 我一直在想 如果 我那時候有 那一下心來跟他好好的聊天 也許 就會改變他的命運 我不知道 所以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夠 多多關閉你身邊的朋友 他發出任何的訊號 大家都要就是提高警覺 然後多多 一通電話 一個關心 有可能就會改變他的命運 那心理那再三號一點 謝謝 謝謝 超高跟多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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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在眼 不是我愛不愛 不是我愛煩惱 都是為著暗默是我的愛 我在一間我走 丟的塑造 我在一間我煩惱 那是你那時 一過我看我過天 那是你那時 我像一套我一套 那是你那時 一天見到我一套 那是你那時 我像一套我一套我 那是你那時 那是你那時 你那時 那是你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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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好了好了保重保重 谢谢你还来 谢谢